为了要给小朋友在儿童节连续假期留下满满的回忆 新北市议员郑宇恩在上周六举办儿童节手作年土DIY课程活动 并且在三支、巴黎以及淡水举办三个梯次 邀请到知名专业的手作老师 来教小朋友做出属于自己的个人特色年土画框 希望在这廉价的第一天就带给孩子开心的儿童节大礼 儿童节我们就希望给小朋友一些手捏黏土的一些手作活动 所以我们在淡水三支、巴黎这边都办了儿童节的庆祝活动 那现场其实小朋友都很开心 因为有妈妈跟我反映说 其实淡水很少这种手作的体验课程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儿童节我们找到了老师 然后也准备了材料 然后跟妈妈还有小朋友一起过这个儿童节 大家都非常开心 议员表示在活动现场每一位小朋友都非常开心 就有家长跟议员反映说 其实在淡水很少有这样针对孩子的开放 手作DIY体验课程活动 因此不只是邀请到专业老师来教导 还帮大家准备了材料 也让家长可以放心的来带孩子体验 而且我们是做手捏的黏土然后把它变成相框 所以呢其实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不仅是家长跟小朋友可以一起做 而且做完之后呢还可以放全家人的照片 所以我相信这个儿童节小朋友应该过得很开心 这一次活动透过教师的指导教学 让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手作 材料主题以黏土做成的相框造型 让孩子发挥创意 而在完成作品之后 相框还可以放置全家福的照片也非常实用 希望透过DIY亲子体验活动 不只是让孩子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儿童节礼物 也增进许多亲子关系 记得许多英诞学采访报道